為何要求你 當然,看我們節目 如果年輕一點 就覺得我們兩個老人 八頭公女說當年那個時代 不是說當年,到現在也是 但現在他們的生活體驗 跟我們的生活體驗很不同 現在怎樣不同呢 現在就叫做白水仔 打了領胎,穿白鳴 搭給我彭 做老千 但簽完合同 看完你的電視台退也不行 別這樣,屈人 這些就是任何時代都有 一一樣,比幫妹更差 你那些欺詐、找老親、老千 更差一個古惑仔 現在也有很多,無論是商界 你還有,還沒有道義 你又點了你婆婆 欺負一些無主的人 你那些大地產商,你找人收樓 你說收樓的人 就會找一些古惑仔 找一些人給錢 他就是去騷擾你 你那些樓不給他也不行 這些事情到今天為止 都不斷發生 正在發生 是嗎 然後幕後呢 就是現在那些大地產商 但你能吹一句話嗎 是 他扔那些錢出來,就有人幫他做 那些甚麼生 就有人幫他做 做這句話,一定是找人騷擾你 是嗎 政府配合他 由九成強拍變成八成 是嗎 這些都是 Hello,大家好 我是毓敏 我跟郭大師、郭博士 有一個節目叫做那些年 會在星期六夜、深夜時分 11點至11點半播出 那些年是說甚麼呢 我們兩個 有人夫子自盜 有人拆貨打雲 說的都是香港的舊事 舊得來有些是幾十年前 有些可能是一百年前 現在不是懷舊,而是溫故之身 還有,這個節目是非常有趣的 大家記得留意收看、收聽 以及記得交月費 大家見不見 今天,你一看到桌子頭 我想歷史上,我們最多參考書 只在桌子面上 你一定知道我們剛才看到桌子頭 已經出來了 前面這本是英文版的 《扶夫可擺》 紀圖在他左邊的那本 就是當年 應該是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尾 九二年代才開始看 是呀 台灣出的翻譯本 上個星期我們已經說過 而事實上在教育時 正式是九二年的 一九九二年的六月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 我們在教育時 我們也說過 在今年的年初或者三月份 台灣一邊有一個新的日本出了 上個星期我就在書局 重金 真是重金 買了回來 有看過的 不用怕,我有看過的 都厚的 你看一下,真是厚的 這本書 就是新日本的《扶夫可擺》 可以跟大家說一說的細節 就是 跟舊的《扶夫可擺》 是不同的 是重譯的 而且重譯的情況 就是 那個逆者是看意大利原文 是 根據這個背面的簡述 就是他在威尼斯大學 修讀意大利文 換言之 我們希望他的意大利文 是一個相當高的水平 他也說過了四年 是,幾年的時間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有理由在這裏 和大家一起去 分享 這個新日本所帶來的一些疑問 因為裏面也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引起我去做這個節目 但在這之前有一個相關的題目 我可以先跟大家簡單地交代一下 在昨天 美國的傳媒報道 在法蘭蒂岡找到兩幅拉菲爾 是五百年前的作品 就是你們倆在今時今日 即是理論上 我們 拉菲爾也很有名 我去梵蒂岡時刻意在那個 那個哲學家的那幅畫 雅典學院前那裡拍過一張照 厲害 事實上他是我最喜歡的一個畫家 我喜歡的程度是比 高安哲勞和達文西都高 這當然不是說他厲害不厲害的問題 他那種畫風我自己覺得很瘦朗 也很喜歡看 這個帶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刺激 就是涉及到梵蒂岡 甚至整個意大利 我們有關佛羅倫斯 或者其後的神秘學的事跡 就不能說我們現在是完全掌握了 原來可以到二十一世紀 在兩天前 還公佈那樣的原來五百年前那些畫 封了 即是被一些東西蓋住了 他們抹完才知道 原來裡面有畫 有幅畫 我覺得這個 我又不能夠以震驚來形容 即是打響你 問題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 有一種潛意識的感覺 已經到了今時今日二十一世紀 我們很多東西都不會說 有些甚麼很震驚或很驚奇的東西 原來不是 間中很多東西可以令我們大家耳目一新 是 有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去做這個節目 我們都用一個 歷久常生的態度 好像小孩子 有些東西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再發掘我們才知道 其實可以用這個方式來說 就是我們以前知道的那些東西 你越知道越多越好 因為去到這裏 你可以有一個小小的你自己的總結 而是邁向一個新的紀元 現在有很多新 你會發覺突然之間 有很多你以前可能追查的一種問題 現在由一些線索 重新丟給你的 當然 我又不可以幼稚到 他突然間才知道 我覺得很多這些消息 就是他們知道了一段時間 但我們是甚麼時候不知道 只不過是到適當時 他會滲出來 無論是金字塔的問題 這個帳號就是拉斐二的 就是最新丟的 是兩幅 這兩幅其實就是在當年 有一個很著名的 文藝復興後期的畫家兼歷史學家 他記錄過的 但一直都找不到 是 他在拉斐二臨死之前畫的 因為拉斐二很早死 三十多歲才知道 很多人都覺得不了了之 他講過未必是真 但原來 他講過的東西是真 不是他露作 哇 這一張很厲害 他的題材是甚麼 是豹妹 甚麼豹妹 你也寫了 豹妹也是他的畫 我知道 是喉拉斐二的畫 喉拉斐二就是另一班人 當然 這個不是你如果說 因為豹妹那本是上次我借給你的 那本 說巴黎 很過癮 那個是在紐約的展覽 你看到豹妹那本是19世紀 那本是豹拉斐二 剛才我有講的 因為這裡看到下方的 下方寫著 Two paintings by the master Raphael Deprinting the female figure Justice and Friendship 所以他說 那個應該是正義和友誼 這個我相信應該是正義 因為看那頂帽子 英文裡面那個運動服裝的品牌 Nike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就是Justice 這個女神 這個我們也沒有足夠時間 再去研究裡面的細節 我直覺覺得 就應該唐神秘學 就是那個關係不是很直接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 我們不要假設 現在我們在任何的書籍 資料 傳媒裡面記載的東西 就是我們現在 這個世界的100%的知識 來的 我們還有很多東西 可以學習 就是可以去發掘 一直以來 上個世紀初的那些古畫 那些收藏家 不斷去找民藝復興 和打喉的那些畫 尤其是拉菲爾的那個流派 他跟著之後 後拉菲爾的那些都很重要 就是裡面有很多很多 你會發覺他的創作 基本上 不是就這樣叫做 我有一件事想表達 不是的 很多東西的 畫中有畫 涉及當時的人與事 亦都有一些要逃避的審查 裡面是很耐看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文藝復興時期的畫 可以說白漢不厭 大家現在繼續去發掘 一定有更新的一些資料 角度 想法 可以帶給大家 我要回到一個正題 因為事後上 今天都頗多東西 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這個題材 其實我是有一個 很主要的原因 我要說 因為涉及到 Humberto Eco 即是艾河 在他死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在 十二之間做了一個特輯 我自己若干年前 大概三年前 我開過一個班 就是講 《苦苦一擺》 和這本書 《聖杯與聖血》 一共一起講 那個都講了十多課 那個紀錄 其實當時我已經有 叫同學拍下了 但問題是 因為那個課程本身是收錢的 譬如現在要將它拿出來的話 我覺得有些同學可能會投訴 我當時給了錢 給了一筆錢去聽 你現在就免費拿出來 會不會對我們不公平 做完之後 死了而已 150年就可以了 不是這個問題 不是這個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我真的覺得很無所謂 拿出來給大家一起分享 但問題是 同學他又給了學費 他又坐在那裡聽 他覺得未必公平 所以我就保持了 但是 令我一定覺得 可以單丁就這個小說 去做一次神秘節目的 甚至是他節目的原因 因為是一件事 這件事可能紀圖也要表達你的看法 原來若干年前 著名導演 史丹尼及格歷克 是找過大學奧華德歷克 想改編這本小說 拍成電影 當時 奧華德歷克的回應 我相信應該是在八十年代的後期 甚至是九十年代的初期 Montillico的第一個反應是 我有一本小說《玫瑰的名字》 改編成電影的成績令我非常不滿意 《魔攻傳奇》 《魔攻傳奇》 中文叫《The Lamb of the Roses》 所以我不太想再被人拍攝這件事 要拍攝帽子帶著桂魚去旅行 大家知道了 可能她出的那本書 《Copylae 》時死了 可能是 因為她拍攝《Eyes wide shut》 我繼續 接著聽聞 Ompillico自己有少少後悔 她說不如你給我寫劇本 但《Copylae 》就不肯 事後 Ompillico自己也在訪問時 也透露這件事 我相信這件事是真的 真的假的 大概那個時間 我提過的 那個時間大概是 《I wide shut》之後 和《此題分事不保據》 拍攝《In the Leonard Jones》第三集的期間 因為他《In the Leonard Jones》第三集 聖堡奇兵 聖堡奇兵 基本上就是《尹聖堡》 說的是《殿堡武士》 整個故事 裡面 你可以看到 因為《得藝可》這本書 令到她有這種啟發 是那個時期 如果你說回 《Copylae 》的《眼界大開》 那部電影 《I wide shut》 基本上主題 他也是有碰到這本書 就是講這個世界 有很多東西 《秘密組織》 不是 他很奧妙地說 《秘密組織》當然有 最重要的是 你現在知道的所有知識 公開的知識 其實全部都是假的 是的 他又不是完全是虛假的 總之他就說 你以為那件事是真實 你就看不到真相 就是這樣 這個是I wide shut的主題 是的 整件事有一個說法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一本娛樂雜誌 叫《Empire》 就首先爆出來的 我忘了是Empire 還是Variety 總之 總之兩部都是勁 勁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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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廣泛都是轉載的 對 他整個說法就是 其實兩個人不是直接 就這件事去溝通 是一個中介 即是中介 我現在都不知道 誰是中介人去談這件事 可能是金拿迪哥家族 那個 Kassim 是嗎 為什麼你這麼說 反而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因為他基本上 那個家族是電影producer的 Cyton Once 寫一寶 那些很多戲 其實他都有涉獵的 我最初就以為 應該是 艾可自己的經理人 但我不知道 如果基徒說這些 我也要查查 或者他 分分鐘 我想 我相信 羅倫蒂斯家族 極有興趣 因為他本身有意大利家族 而且有足夠的江湖地位 金剛 或是大製片家 其實荷里活都是他們這班人 控制 另外一個 我覺得值得提提 事實上 Humberto Eco 對Echo 對士丹尼購比尼克的評價 跟我們有點不同 我看過他一篇文章 他其實是踩漫遊2001年 我看過 所以大家可以找到 他說 初一看覺得很過癮 不過看下去 看得不耐看 看完之後 覺得整套戲很悶 而且裡面 好像哲學層次 低一點 所以我懷疑 裡面 其實這兩位朋友 本身都有點 文人相慶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名字 你介我我介你 有局力 是的 所以我自己的期望 我自己的想像是 如果有一天 這件事成事的時候 史丹尼購比尼克會怎樣拍這個故事 我真的很有興趣 你覺得史丹尼購比尼克 你覺得史丹尼購比尼克 他足不足以去 去承受這個故事 拍到的 還有他最重要 為什麼他會對這個 這麼有興趣 你都很明顯看到 如果你認真的 新版 可能更加引靜 其實艾可 他自己本身都喜歡看電影 是的 他有寫過 那他那個 《Lamb of the Roses》 和這本《副科白》 這兩本 另外再知道 其實我覺得是一般 你會看到 他的拍法 他裡面有蒙太奇 不是 不是拍法 他的寫法 是有很多電影技巧 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 他基本上 他都會有個考慮 他這一類的小說 那些故事 他 supposed 都可以有一個完美的電影版 不過電影版 我想最關鍵的就是 因為那個《摩公傳奇》 對他來說 那種改動態 打擊太太 因為他也不喜歡 史丹利·扣比利克 2001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會看到 基本上你現在用回 一個主流角度來看 史丹利·扣比利克 和阿薩拉斯克 很穩陣 因為整個那個 他都算到那個商業性 主流觀眾 他會不會接受到呢 這樣 這個我想對阿薩拉斯克 不過原作者對《摩公傳奇》 最失望的地方 就是這些東西 全部出不了出來 所以他可能覺得 拍下去可能只是拍大廊出來 就沒有什麼意思 我可以簡單說 為什麼會出了問題 我們看完 覺得他太過融入商業 就是《摩公傳奇》 因為他把主題是 Lamb of the Roses 即是把他界定了 是一個女人的名字 這樣不行 那個叫做Roses 就是鐵達利那個 這個其實大家 去到最後 大家看過電影的時候 雖然他也拿到很多提名 其實是很洩氣的 當你看過那本書的時候 你會發覺 其實他拍到那本書的 我想二十分之一 真的 但是這個是電影本身的限制 要突破這件事 我想非要大師不可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大幅度改 原作者自己喜不喜歡 有時候你拍出精神出來 你是要全面去 重新做大手術去改 我想他也會很不喜歡 就是那個主角 是變成了辛康納利 一個愛爾蘭的 一個蘇格蘭 一個蘇格蘭 一個英籍的一個 一個 一個愛爾大利神父 教師 還有他很英 因為這個 當年的辛康納利很棒 另外做年輕的那個 應該是 Kristan Sletter 始終他也有一種 美國的感覺是強 基本上都抹掉歐陸的感覺 很純粹荷里活的製作 沒有那種中世紀的氣氛 Anyway 這個《筆墨官司》 我們就不需要長去解釋 我常常想像 如果卡里比爾克要拍這個故事 他拍其他的小說家 譬如Steven King 或者Nabokov 或者 無論怎樣 其他小說家 大家都有反應 不過去到艾河 江湖地位不同 我就要想想想 其實他想好一好 我猜也是 誰不知好 一好他就倒閉了 這麼早走 是啊 但是 論到學養 或者對知識的追求 其實卡里比爾克 亦都不輸蝕給作者 因為我聽過一個典故 不知道你聽過沒有 不知道他拍哪部戲 他要一個製片 看完整本《金資》 《金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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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那個人都不想 拍戲而已 不用這麼大劑 我只能讀他那個精毒版 我三年來 是啊 我讀完的 不過是精毒版 所以他們這些都是很重視 知識的累積的人 這個做不到 我覺得都是有些少許遺憾 至於這本書 這本書 我也覺得要在這裏 在80年代看 其實有些不知所云 我自己一個有趣的經驗 就是 因為我在英國文學系畢業 期間我跟系主任談一談 最近我有一本書都很爆 就是《副科佔》 那個人是鬼佬 他說我都看不完 記住那個英文系是系主任 他那個工作是看小說的 他都看不完 我說為什麼看不完 其實這本書也挺有趣 他覺得這本書很悶 我只記得他英文的原文 就是《I want to be entertained》 我看書需要有些是有娛樂性的 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這本書的娛樂性相當高 尤其是如果我現在看 尤其是我覺得 多令到我追到下去 我不明白 為什麼當年 連這個英國文學的教授 兼系主任 都被他搞到跪低了 受催眠 但還說這本書很難接近 他都覺得很難接近 不是的 這個當然有歷史的原因 在當年來講的事實上是難接近 難接近的原因就是 譬如在典故 你不認識 這個也真的考慮了這些 在白人 這些歐洲的文學專家 他們真的有很多人都不認識 因為涉及到神秘學的範疇 當年很多人都是不知所云 我都講過感受 因為他這本書 即是九十年代 Hit也很Hit 中日本的也很Hit 但其實是當時 很多人都注重這本書 他看的方式 都不是很純粹神秘學的角度去看 尤其是張大春寫這個道語 他基本上都不能碰到神秘學的範疇 他覺得是一個玩樂之作 我待會會評一評他的兩篇道論 看看新球有沒有再執行過 都有十二十幾年 他最主要的可以歸納來講 因為我也有看過這本書的大學教授 他也講過這本書 他說這本書是個癮的 但他的個癮是什麼呢 他裡面找了很多文獻 告訴你歷史有很多實在的事情發生過 但最有趣的是他告訴你 這本書是一個虛擬歷史的遊戲 他把很多真實的東西用文獻去做根底 告訴你之後 就建立了一個虛擬的世界 然後他踢爆了 然後他告訴你 他自己親口告訴你 是假的 他說這件事很過癮 好笑 他其實在那些教授的講法 他就說 如果你喜歡神秘學那些 是假的 他也是這樣說的 其實反過來去 我們看的時候 其實又是另一件事 多了很多其他東西 歸納來講 我覺得當時的九十年代 有很多人都說這本書是很厲害的 甚至我當時的宣傳 都用得好 他說你一定最好是二十世紀完結之前 看完這本書 看完這本書 我記得好像是張艾春說的 這句很有型 我也是馬上去看 在1999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你如果不看那個 因為張哲在那個日子上是一個終結 當然現在在互聯網的年代 大家對裡面的任何典故 只要在那個電腦上打了一個keyword 理論上就可以找到那個答案出來 分別是這件事 我相信 不知道台長你是不是這樣的看法 我想阿艾克寫的時候 和譬如你台灣的這樣的宣傳 他都有一個道理 不是一個 因為當時九十年代已經開始興起 那些秘利Xphilo Tweepiece那些 都開始說 張神秘學那裡 帶進去那種主流文化 其實再另一個說法 就是將它商品化 因為它裡面可以找到很多元素 可以做一種 叫做影藝 娛樂事業 非常有用 現在你會看到那些電子遊戲 全部用衣 他很多 我記得應該不是這本 應該是玫瑰的名字那本 就有Spin-Out 譬如有電子遊戲 有產品 我相信艾克 他已經遙望到 整個文化思潮這樣去 但你會看到 他可能想用一個方式 來將那些東西 再具體和文學化 擺出來 因為他可能已經預計到 有一個叫做Den Brown的人 就會出現 他講了一個笑話 待會我再在這個問題上 再 elaborate 講講細節 他說Den Brown其實不是一個真人 Den Brown其實是我小說中 一個人物 我相信是 他講了什麼意思呢 剛才幾圖已經提過 就是 其實他寫了這麼多東西 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他跳出來 他會嘲笑這些 相信陰謀論 相信神秘學的人 你那些人都愚蠢 那些人都相信 但Den Brown 他寫在《達文生物碼》 某些時候 或者他那個系列的小說 就是寫得很肉緊 寫得殺有戒事 寫得好像他自己也相信 所以 Echo看到這個 在《達文生物碼》這麼行 他又不會恥笑他的 他是憂他有默 他說 其實Den Brown 就是我小說中的人物 他意思是什麼呢 等於他小說中的人物 那種被神秘學 被陰謀論 激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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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然不是 原作者 Echo都很清楚 賺錢 紅了 當然是 催眠自己去相信這件事 我覺得他講了這句話 他會很響很大聲 而Den Brown 是不敢接觸他 因為為什麼呢 不過這樣是普通的事情 兩個人見過面 是 相信是 因為他 不要說他之前的 只是說達文西密碼 基本上達文西密碼 裡面的 講的那些內容 全都是這本書 包括女主角Sophia 就是他入電腦的 輸入的代號 有很多很多的元素 你可以看到 達文西密碼 他就是把這本 很難接近的一本書 原形用一個 主流書的寫法來寫 所以有一個講法 就是達文西密碼 就是一本窮人版的 腐科擺 我都 好 你可以反過來說 腐科擺 是知識分子 心目中的 達文西密碼 我又不覺得 那麼窮人版 可能這樣那個 如果他自己說 不是窮人版 這個就是很生眼的翻譯 就是一個不好聽的 但是很貼切的翻譯 藥智版 叫做新世代版 那你真是新世代藥智 不要 新世代版 因為他這樣就可以 原來這樣真的可以 因為整本書 我都記得 達文西密碼 那時候我看 是應該兩個小時 看完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一個 暢銷書的那種 他其實那些是 比如你在機場 你搭飛機 搭火車 時一次過 看完 我們有時候 會當這些 他有很多都會這樣寫 都是會 這個叫做文字版的劇本 就是用文學的方式來講 就是把那些長數 和時景人 那樣的 第一版 第一版劇本 那個方式來去 所以 這裡我們去查查 就是 達文西密碼 就是文學版的劇本 文學劇本 那些定稿 各個作者本身 都很有意識做這件事 但是這本肯定不是 這本是很正統小說的構思去寫的 它不是 supposed寫來是電影的 如果你做電影 基本上你要論得很緊要 因為它裡面 開頭用的那種方式 我覺得雲圖也是有些根據 因為它那個方式已經有一個結構 那個結構 它已經覺得 你拍電影都得 不過如果你拍的時候 你要小心點 因為有很多東西 你掛一萬樓 這樣 那本書是最棒的 為什麼 Dan Brown那些小說 就很快就簽了 contract去拍電影 電影公司 就受落的原有間 他不管你是否真的很紅 而是說 一拿上手 三拍兩拍就可以了 但這本不行 這本你真的要想想怎麼搞 它是很難的 而且這個 你如果用回它的 它的聚事手法 它都玩得很厲害 很有文學性 我覺得這個 又是 可不可以這樣說的 也是 諾貝爾文學長的 也有一種遺憾 不給他 那不要管 經常有遺憾 諾貝爾 又不給川上春樹 那我不覺得那個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 他不給 英馬鮑曼 英馬鮑曼 和他 應該是很值得給的 因為如果 英馬鮑曼 和他 加上 就是南美的魔幻 魔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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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鮑曼 馬鮑曼 這個是頂竹而三的 一個我們 文化史的三大文號 他裏面有電影結構 不過如果你想改編 不是那麼容易 最難搞就是那批畫 涉及到這些 百科傳書式的典故 因為他的寫法就是 邱形拘捕出來 但拘捕出來的問題 就是你後面要插一堆東西 你才明白他在說什麼 是啊 還有一件事可以做一個舉例 因為這部電影都很慫恿大家 真的要看這本書 因為他整個結構 最簡單來說 一開始那幾個章 就已經 就是玩了一件事 就是很電影的手法 這個是結局那裡 先抽出來的 而你會看到 他用這件事 其實電影都經常用的 是一種手法 結尾那個已經 告訴你 我現在在等著 正常武士來的那個時刻 開始 就已經看到那個結尾 也都 他在書裡 給你一個感覺 這個就等同於 耶和華說 我是誰 他說我是開始 也是中結 是alpha 也是omega 就是這樣 他在書裡 一開始你會看到 他已經玩了一個 很厲害的結構 裡面就充滿了神秘學 裡面來說 如果是那些投資者 制片家 一看到那個時候 又老的那班 都已經 好像史丁溫 史丹寶 或者史丹利 那些導演 一看 嘩 現在拍不到 都是一個遺憾 是 想拿一個版權去拍的 我相信 因為他都要過身 很視乎 現在是誰 維持這本小說的版權 我想 遲了都 重金之下 必有勇夫 有勇夫 特別是中國的電影投資者 尋找銀子扔死你 他這個都挺富庸峰 我覺得這本書很厲害 沒有的 你拍過這本書 真是響朵 響朵 叫他千萬不要找 狼途藤那個動演派 因為那個就是魔工專劇 哈哈 最後不講爛了 最後我想說 我們講了那麼久 但我們 如果看的時候 你不必要強求 說這本書一定好 或者好看 事實上 我也看到很多 知識分子的評論 有些不喜歡 舉個例子 譬如說 《撒旦的詩篇》的作者 Sharmon Rusty 他說這本書不好看 很悶 好視乎 你自己第一件事 對神秘學的興趣大不大 如果你不大 根本無法進入世界 第二件事 就是對於知識的賣弄 你自己有沒有那種 覺得有吸引力 有些人是不喜歡的 說那麼多話 討論 正經的說話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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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沒什麼 很簡單 我先說一條大橋出來 但後面那些 例如說他怎樣離題 跟著說那些 大話西遊 去到哪裏 沒有雷工那麼遠 那些才是 就是吸引之處 有些人是不喜歡這些 東面又找一些線索 右邊又找一些線索 如果你看他的故事發展 基本上他差不多是 一百二十章的篇章裡面 關鍵其實只有二十多 不是很多 其實中間那些 你可以 如果不喜歡 就說是叫東拉西斜 是的 理題 如果你看他玩了一個無敵的折扣 然後下面他將它開放來 我想也有很多人不喜歡他的折扣 他覺得很慢 我就不覺得很慢 因為我覺得就是 你看下去如果想去鑽研他看這件事 究竟是什麼時候 那種半生是一種趣味 我很希望 因為那時候看完之後 其實不是很完美 因為我希望有副科擺二的 但現在很可惜 他已經不肯讀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看到 他裡面觸及很多神秘學 其實都挺完善的 不過沒有東方的 他只是去到最盡最盡 去到印度西藏 就是提了兩句 都不碰東方 我覺得他是故意的 道教 對 道教也有觸及的 因為道教那時候 他們已經在十六世紀打號 西方都有一種熱潮 但是他裡面 尤其是對於東方 還有一件事 我很想他說的 就是東方的文字 但他不行 這個有點美中不足 我覺得當時 因為他過身的時候 我也覺得他狀態很好 是挺突然的 因為都很期望他 應該是有一本 有一本叫做很原始 我知道為什麼他那時候 病會跟著死 是 很爛劇來的 因為看了show 不是 應該這個是關鍵來的 不是爛的 這個是 不是爛劇來的 因為他那些只有拉比世界的人 是 以前他年輕 一路三十幾歲已經流 一直堅持 就是見到他沒有離頭 他臨死以前 不知道為什麼剃了他 是 他有兩個特徵 第一 就是他那些意大利式的鬍子 其實是很有型的 一個學者來說很有型 第二 他非常CAM 怎樣CAM 就是他很喜歡穿一個 緋紅色的禮服 全部是 即是現在Star Wars 你看的 那個叫緋紅墊 這個聖誕花圈的 那個紅 再紅一些 那種艷麗紅 Scarlet 找到你剛才說的 是經典的 那個 他那個造型 即是 那件紅色的禮服 是他常常都會穿成一個雙鏢 是嗎 那 他剃鬍那個 我覺得也是一個原因 有時候 就是 不要不相信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 那個 這個就是臨死前 對 他原本是這樣的樣子 是嗎 是嗎 這個是最正宗的 那個人 是呀 是呀 他那件 匪雄那件 他有沒有 那個應該有的 是嗎 我們待會再找 他的藏書 這個就 其實就不知道這麼少 他有幾萬本 有些是沽本來的 即是一些 不是經 我如果沒有記憶 不是經印刷的途徑 而 寫成的 我們香港有一個 都是很祝福那身的 一個老前輩 林連同先生 其實他都很迷 艾可的 他都有提及 因為他那時候 在意大利那裏有 有學過的 他就提及 艾可 其實在意大利那裏 他最受歡迎的就是 其實他有個古寶 那個古寶就是他的藏書角 而且他就是利用那個古寶 他有四面的那個 那個城樓那裏 一個城樓 放一類的 時間 空間 是 是 我聽過那裏 聽到的時候 都覺得浪漫 非常之棒 那你寫了兩本 就是 大文新聞 就搞定了 他不用寫那裏 因為那裏 他真的寫了這本 才搞定的 即是這本 《玫瑰的名字》他才搞定的 如果不是他都 都幾坎坷 大家都 初時認識他 就是結構主義大師 是啊 符好學 應該是符好學 符好學 那他到出這本書的時候 突然之間 大家 是對於一種叫做 原來符好學 或者結構主義那些 突然另一種看法 他可以將那個 即是將那個 帶入了一種叫做創作界那裏 是啊 好 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回來 我剛才會說話 說成這樣 我們休息 一會回來 就第二節 是